大家好 我是九指玩魔阿姆維 這次要介紹的是魂WAVE商店限定 SH FIGUITARDS CAMMAN RIDER EXCEDO MUDEKI GAMER 無敵玩家 其實很多人都很疑惑為什麼無敵型態發售的這麼慢 其實不只是無敵 扣除掉EXCEDO 從Ghost開始萬代還欠了玩家三年的騎士最終型態 而真正拿到這之後呢 我算是理解萬代的心態了 因為這隻必須開的心魔太多了 造型太華麗了 生產難度太高了 而且整隻有太多零件無法兼用 無法兼用 屬可忍 嬸嬸 無法忍的 無法兼用 要萬代做一個成本高 而且大部分零件無法兼用的商品 這完全不符合他們節能減碳愛地球的一個企業種子 所以Ghost Mugen Buildo Genius 跟Groundo Geo 甚至是人氣最高最有可能賣爆的 Hypermudeki這些造型異常華麗的最終型態 才會被萬代擱置到死都不願意推出 另外我們可以藉著這個脈絡大膽的思考 就是今年01的最終型態 02為什麼外型這麼樸素 可能就是因為這樣商品才好生產 所以明年的今天我們不一定可以看到SHF的無限阿鬼 天才秘魯鬥跟蟲皇死亡 但一定可以看到02的發售消息 緊接著進入內容物的介紹 本體一隻 手型包含兩種不同的造型平手跟握武器的手 飄逸長髮零件的六件套 以及鳳梨劍一把 這隻的造型是真的夠華麗 金色是全塗裝而非塑膠原色 雖然不是電鍍或是鏡面烤漆 而是單純的金漆塗裝 但色澤亮度夠 也不會大變金 質感算是有到位 這隻最亮眼的就是全身的裝甲夠尖夠刺 雖然會影響把玩的手感 但爽度是很夠的 當然如果跟原作皮套相比 還是有很多呈現不足的地方 但這隻以萬代商品來說 算是近期難得的佳作了 背後頭髮是替換式的 所以算是在呈現劇中的形象 與商品製作難度上 取得了一個平衡 頭部造型直接就是一個猩猩的形狀 造型很誇張又尖又刺 加上急腰的長髮 整體算是形象很異類 不過這隻的脖子被複雜的造型 給卡死是硬傷 而且永遠只能往上看 而擺起動作來也不是很靈活 當然這隻身上太多尖刺了 既不能撞也不能摔 把玩與陳列都具備著高風險 這隻只有腹部 髖關節 跟上半部的大腿是兼用 其他都是心膜 很搞剛 胸口甚至連血條面板都沒有 全身上下都是無敵猩猩 腰帶上的所有小玩具都是黏死的 只有拉桿可以拿來玩一下而已 肩膀上的尖刺超顯眼 手背裝甲也設計得很浮誇 但是塗裝沒有什麼偷懶 這點算是蠻加分的 尤其是像猩猩背後的這個空間 竟然是有零件填滿的 算是萬代難得的用心 XAID系列最高等級的幾隻 多半是下半身素體兼用 唯獨Hypermdecky型態 小腿有做大幅度的一個外型變更 而且膝蓋部分的尖刺一大堆 玩起來很痛很爽 普通型態的頭髮其實沒什麼特色 而且造型還會卡可動 接下來我們進入飄逸長髮的一個換裝 首先我們要捏著它的頭 而且是不太會影響到它尖刺的部分的頭 先把整顆頭給拔下來 再來拆它的面罩 拆它的左右併腳 這支它設計很像當年GFF的諾貝爾鋼彈 就是長髮零件是一整片裝上去的 然後暴走型態又需要一根一根的把毛插上 然後它的毛都有設計方向左右邊的一個卡順 所以說你就順著它的型態裝就好了 會裝錯的機會基本上是不大 就這樣把它四根毛都裝上 但是這支有一個小危險的點 就是注意一下它這四個飄逸的頭髮 它其實是一個半孵空狀態的 也就是說你在捏的時候 是會有下沉的感覺 而且會凹到這幾個頭髮的 也就是說你在搬頭或者是組裝的時候 如果真的施力過當的話 的確是有可能會把這個頭髮給捏斷的 所以這一個結構必須要小心 它算是蠻脆弱的結構 再來裝上左右併腳 然後把整顆頭給裝回身體 最後小心的把面罩戴上 這樣子換裝就完成了 換裝後雖然可動不會增加 但整體感覺會活潑許多 頭髮的飄逸感跟份量都很夠 所以會讓整支的華麗度 與存在感都提高一大截 當然就像剛才說的 這個頭髮它是浮空的 所以組裝上有一定程度的風險 把玩石一定要小心 鳳梨劍如果你Excel系列 買得勤的話 這一把已經是第五把了 不過在SHF的武器 都會普遍做小的情況之下 這把劍的份量跟細節跟塗裝 其實都很值得加許 Excel個型態的比較 無敵其實看起來就像突變了一樣 整部作品最強的騎士們做比較 可以看出每個人 雖然都有其華麗的突出點 但High Balm Dekki 的確是全身裝甲變更點最多的一隻 可動的部分我們先看它的頭部 在正常髮型的情況之下 它幾乎可動完全是卡死的 左右看只有一點點的幅度 那前彎呢 完全它的視線已經是半上看的狀態 後仰呢也很尷尬 它的脖子完全是一個卡爆的狀態 在換上飄逸長髮之後呢 首先是它的併腳不會再像剛才這麼卡 所以它的一個左右看的幅度會增加一點點 前彎是因為它被胸口的這一個 星星給擋住了 所以它的前彎是不可抗力 這完全沒有辦法再往前的 後仰則因為頭髮浮空的關係 所以上仰的幅度會再增加一點 但總的來說呢 這一個零件只是讓它的整體形象變得比較鮮活 但不會增加它脖子的可動性太多 那這一隻脖子以下呢 就是Excel系列一個很棒的可動性 再來就沒有卡的問題了 首先是肩膀有一節外拉 所以它可以做到上台近90度 上腕平面迴旋 手臂二重關節 它的手腕呢是類轉輪 那當然因為它像肩膀的這個肩刺這個肩刺啊 都是非常刺的而且是硬束腳 所以不僅是不能摔 而且你也不能用力的去捏它 免得它形狀變掉 肩膀內部是球關而沒有拉出關節 所以雙手上台基本上只有這樣的幅度 腹部前彎會被腰帶上的一大KING給擋住 後仰就沒有什麼問題了 然後扭腰轉腰通通都OK 髖關節是XSAT系列最讚譽有加的一個單向式 然後大腿平面迴旋 所以大腿上台 這次有個很討厭的地方就是你扳膝蓋關節的時候 不管是前後都會被肩刺給戳到 所以當然你在扳關節的時候 也要小心不要把這幾個肩刺給掰彎了 膝蓋二重關節 大腿平面迴旋 腳踝是各種單向關節的結合 前彎後仰接地旋轉 然後腳掌一節可動 大腿外開跟腳踝接地都沒有問題 高貴之也OK 這隻不管是騎士粉還是XSAT粉 都是千呼萬喚使出來的必買款 如果要說還有什麼考慮的空間 就是這隻8500日幣的確是偏貴 富爾兩把武器的Gameduce Chronos是7100日幣 而整部作品第二強的Tadoru Legacy LV100是6400日幣 也就是說這隻HyperMudeki呢 它的價格也的確有個1500到2000的漲幅 那萬代完全就是把難生產與無法兼用的怨氣呢 都一次加在了價格上 所以這隻的滿足感有很大的成分是玩家有愛的加成 如果無視這點 以份量跟價格來說還是偏高的 但是這隻的市場空間是非常大的 想要看它價格下修基本上機會是不大 所以與其等後悔了往後買漲價 不如現在捏著軟趴趕快把它買下來比較實在 以上就是本次魂商店限定 SHF Kamen Rider HyperMudeki Exceed 的介紹 詳細的圖文說明請點擊下方的圖文網址 那喜歡阿姆維的文章請記得訂閱阿姆維的安局部 阿姆維的安局部我們下一篇文章再見 掰掰 oooo YYY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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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5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